10月13日起将在扩大国境开放 正式实施入境连居隔零加期 10月13号国门即将开启 外国客入境的旅游市场 也跟着慢慢升温 台湾饭店业却面临严重的缺人问题 我们饭店业看到解封后的市场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没有人的这个状况 人才缺失 那其实各个部门在补充人力上面 其实都遇到蛮大的困难 东部的立强酒店 疫情时摇牙苦撑 如今盼到解封 在人手不足 要维持品质的情况下 就连老板经理都得支援基层 亲自洗碗整理房屋 我们饭店经营者 其实面对这样子缺工的状况 大家都是了累 经理就下来帮忙收盘子 老板就下来洗碗 然后帮忙收票 小子化跟老年化 加上疫情冲击 缺人问题非常严重 较正常编制原额缺7%到45%不等 来到台北都会区的饭店 也找不到人 像是寒舍集团缺400人 集中房屋30% 餐饮20% 而金华缺了150人 房屋33% 餐饮22% 福华饭店同样缺150人 主要是房屋跟柜台人员 把之前可能已经离职退休员工 再重新找回来任职 或者是一些这个二度就业的这个妇女 要解燃眉之急 启动非典型策略找人 像是离职退休员工回流 跟依法中心或退府会合作 招募中高龄人才 寄出推荐奖金福利等 饭店努力备战 提升服务量能 迎接好久不见的外国旅客 招募许之急方向太不倒了